大家好 我是第十九屆和第二十一屆的陶妙宇 亦是一位護士 今天我想分享兩件事 在2019年 我在做運動的時候 小心撞好那頭 在第二天 我發現我的眼睛 左邊的眼睛突然有過千顆的悶悶在那裡 飛來飛去過 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心想一遍了 立刻他起床 醫生說我希望我穿了 要立刻重受 半個小時後便完成了 但是這個千顆的悶悶 居然在左腕裡突然跳過 醫生說 起碼要九個月至一年 才可以叫做慢慢慢慢墓了 想選之後 我認識了師兄姊姊姊幫我做辭職 他很好 第一次幫我做四個小時的女生 第一次用了四個小時的女生 做完之後 我也清了很多 這千幾個的悶悶 所以 起碼都會拍攝 所以之前 一個禮拜會做兩次 每次 每次都沒有五個小時 十個小時 每個星期都要有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的調整 現在的飛蚊子 謝謝你們 現在的飛蚊子 每次都說 很多月之一才沒有花 現在半年已經沒花了 半年已經沒花了 由本身跟我說 這個運動不可以再做了 現在可以讓我做 所以很感謝師兄姊姊姊 謝謝 現在我現在一直見到的 我就覺得 五個眼睛 看他想要什麼 你還看得懂 這一個樓 第二件事就是我想說 上個星期當然天天會潮濕 我家的電池爐就壞了 我按來按去 他都不穿 那我就想趕走 趕走到我 然後我就想趕走 那我同事說 不如試試穿身學 那我把雙手放在我電池爐上去 那我看完 那我看完 那我這樣就過了 按了我中途之後 真的還有關 那我覺得 非常之神奇 還能做到東西 那當下就在想 幸好沒有感到做池爐 那在這個時候 我也想藉著時間 分享我的 聚長生學感受 那 在20118年 全世界都變成一個很大的祝福 這個學生官費 作為一個軟社的護士 每一天上班都好像去一個地獄 那樣 面對這樣的老人家 他們是很深刻難過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那間院 由5個確產到10個確產 到20個、30個 其中有一宗新聞 在那裡說 香港的醫療育療 後面 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明個醫院 是沒有床位 可以被病人放 他們要逛街 那時候天氣很冷 我們家院 頭一時間是很冷 我們都救護車 試過 有16個小時 才可以來一輛救護車 去安排一個病人 送去醫院救護 而這個時候 那時候 我家院 過了一邊的內容家 應該只有 港幣 走適當的治療 也真是很新 那時候 我想 如果我早點會長生 就好了 每一天上班 我們都很無助 而且很希望 這個分工費 會更遠 疫情放過後 我就立刻報名 很幸運 我現在可以成為 第九屆的學生 多謝大老師 多謝張部長 多謝郭海先生 與此同時 今屆 我介紹了四位朋友 來學長生台 以後來 就是我其中一個 很好的朋友 她也是一個 很好的媽媽 在她身上 有了維保則強 所以我想鼓勵 所有的先生 是得到的努力 那麼我抱歉 來跟大家聊個聲音 請多謝 謝謝